哈啰大家 今天呢来对大家看 Apple Intelligence 用哪些好玩的新功能 因为前几天有介绍 iOS 26.1 已经开放繁体中文的AI了 所以今天就来对大家仔细的看看 Apple Intelligence 用哪些超酷的新功能吧 首先第一个来提到 机型限制的部分 Apple Intelligence 必须要是iPhone 15 Pro 还有16跟17全系列才能用哦 而且呢 你必须要更新到最新的iOS 26.1 才有繁中的Apple Intelligence可以使用 那顺便提到呢 如果是iPad跟Mac的话 则是要AMP系列锦片才可以使用哦 好那接下来呢进到 如果你今天已经更新完iOS 26.1之后 要如何打开这个Apple Intelligence 首先进到设定 往下滑去找到这个Apple Intelligence与Siri 好这边呢你就可以把这个选项打开 那如果有些人发现你打不开的话 原因就有可能是因为你下面的 这个Siri的语言跟你的系统语言不一样 也就是说你的系统如果是英文 然后这边选中文的话 这样子就打不开 还有呢你的国家要一样哦 例如说英文也有分 美国跟英国嘛 那你两个国家是要一样的 那我们台湾的话就是选择这个中文 国语台湾 好那打开之后呢 你会发现中间这边有一行小字 它上面是在写说 你必须要手机充电 然后连着WiFi它才会下载这个AI功能 没有错全部的AI功能都是要额外下载的 档案大概有6点多GB给大家看一下 在储存空间里面我们滑到最下面进到这个iOS 里面就会看到这个Apple Intelligent是6.41GB 所以不小啦 对然后下载的话呢也是要看你的网速 那我自己的经验大概是二三十分钟 大概就可以使用了 不过有一点小小不方便呢 就是它下载并没有进度条 它不会通知你什么时候已经下载好了 完全不会有任何通知 你要通灵吧 你就是 你就打开之后可能就是要等一阵子 然后你就可以开始用 所以有些人之前在我留言区可能会问说 这个功能怎么不能用啊 那个AI功能怎么不能用 或者是影像乐园怎么点不进去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这边还没有下载好 它这边要下载好 你全部的AI功能才能开始使用 接下来呢 进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功能 就是Siri与CharGBT的结合 现在的Siri变得非常的漂亮 这个画面呢 它是可以串联CharGBT的 然后这边呢我要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iPhone上面的CharGBT是完全免费的 真的是完全免费 但是它确实有一个用量限制 要怎么看到呢 就是在我们刚刚的这个 Apple Intelligence里面 往下滑就会看到这个CharGBT 点进去 这边呢你就会看到 功能下面有要求跟影像制作 这边它就会告诉你 你现在用的模型是进阶模型还是基本模型 进阶的话是4欧 基本的话好像是4欧mini吧 那就我自己所知道的就是要求的这个部分 要求可能就是平常打字问线问题什么的 它这边的给的额度是蛮宽裕的 但是影像制作的部分呢 大家看到这边就是基本啊 但我现在是真的没有用到 就是每日上线过 如果你有用到每日上线的话 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一起分享 OMG 现在要写出一个网页这么简单吗 一个提示词就可以完成90%的网页架构 还内建后台资料库 这款呢真的是我用过目前一键成功率最高的 这个呢就是Manus 1.5的最新功能 现在处理的速度提升了4倍 不到10分钟就可以做出一个 超专业的个人品牌网站 直接公开上下 包含社群平台资讯 作评价式 优惠码专区 联络表单 会员分级登入 甚至还可以放一个AI聊天机器人在左下角 随时回答你的问题 给大家看我的提示词 真的就这样子 它就自己上网然后抓到我所有的社群平台连结跟订阅数 瞧扯吧 就算要修改呢 它也志愿无限上下文对话 就算是超复杂的网站需求 在同一个对话视窗里面就能一次搞定 不会再忘记你前面说过什么 其他更夸张的像这种分层级登入 超级难的网站架构也完全没问题 像这边呢就有我的教学网站 分为进阶会员跟一般会员登入 进去就会看到完全不同的画面 进阶会员跟一般会员都有各自自己专属的页面 诶 还没结束诶 这样的网站之前还自带后台资料库 这边呢就可以储存用户资料 管理不同权限 像我的网站呢就有后台分析系统 可以看到访客数据 表单恢复统计 还能一键恢复旧版本 也能自定网域名称 真的是整个帮你驾到好 除了网站开发 Manus还有其他超实用的功能 Deep Research可以帮你深入搜寻 并整理大量资料 Wide Research可以同时进行上百个职员物搜集资讯 你需要做简报吗 现在一个指令就能生成完整专业的PPT 还有Connectors可以支援超多第三方App 你想用看看Manus AI吗 好消息现在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就会抽出五个Manus Pro资格 价值台币五千块哦 另外呢在资讯栏还有免费的 Manus 1000点点数兑换连结 可以让你试用这些超强大的功能 下关连结我都放在资讯栏呢 赶快去玩玩看吧 那你会看到上面这边呢有一个登入 那登入的好处呢就是你用的模型 基本上就是进阶的 而且它可以保留你的对话记录 不管你今天是文字生成或是图片生成 都会保留在你的CHPT帐号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Siri 那Siri要怎么穿CHPT呢 这个部分就有一点尴尬啦 因为Siri自己是基本上完全没有更新的 例如说我问他一个问题 今天台北的天气要怎么穿衣服 你知道他就只给我一个天气 没有回答我要怎么穿衣服 就是听不懂 但是呢他是有权限跟CHPT沟通的 所以现在Siri的角色有点像是传话筒 然后呢我们也要触发这个CHPT的功能出来 例如说 养猫是不是不能用香粉 你看他就会直接问我要不要用CHPT 因为他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我就可以直接选CHPT 好就可以得到这个CHPT的答案 或者是另外一题 到底台湾牛肉面怎么煮 你看他就是有一点 到底台湾牛肉面怎么煮 我要食谱 好他这样子就会把CHPT的答案丢回来 那其实他有一个更快的方式 就是你一开始的问题就指定CHPT回答 就可以省略刚刚的步骤 而且呢他其实是有记忆的 可以连续问答 就是跟CHPT一样好用 例如说 用CHPT查询今天台北的天气要怎么穿衣服 我就是在台北 我就是在台北直接直接给我答案 好他给了我一个答案 就是说穿着轻便透气的衣服 那我也可以继续问 那明天呢 对这边很棒的就是上下文是可以串联的 他是有记忆的 好然后呢 现在这个Siri你也是可以用打字的方式跟他沟通 就是按两下荧幕下方 这样子就可以直接跟Siri或是CHPT对话了 那如果你要跟CHPT对话 你也是直接在这个对话当中就要提到 指定去HP回答 接下来进到第二个AI新功能就是书写工具 就是现在呢在任何可以选取文字跟打字 内建app都会有这个书写工具的按钮 那你按下去呢就可以直接开始用这个 AI写作工具 像是有Safari啊 邮件啊 备忘录等等的都可以使用 那这个的用途就是说他可以帮你整理重点 改写内容帮你教稿 就是说你今天刚写好的email 你想看看有没有写错的地方啊 或者是想要把那个口纹改的更专业一点 例如说我用看看这个校对工具 有没有看到那个非常漂亮的彩虹波浪 然后校对完之后呢 他可能就是会针对文法 或者是标点符号来帮你做修正 然后再来呢看一下 就是例如说你今天写email 你想让他专业一点 就是文笔变得更专业一点的话 就可以选择这个专业 或者你今天想要写成怎样的风格 你也可以在这边输入 那比较特别的就是 大家看到这个写作工具呢 他的上面这边 就是除了编写之外的所有按钮 都是Apple Intelligence的本地运算 就是他并没有上传到任何的云段去处理 这样子都是苹果自己去帮你改写的 最特别的就是下面这个编写的这个按钮 编写这个按钮它是使用CharGPT的 所以他特别的强大 也有说我们这篇新闻 就是Elon Musk的新闻 我就可以把这个新闻选起来 然后按书写工具 然后按这个编写 我就可以把它改写成任何我想要的形式 例如说我们来做一个Instagram贴文 改写成有趣的IG贴文 试看看 一篇Instagram的贴文就这样写好了 就是在写飞天车的一个贴文 我觉得很棒的就是Instagram 其实是需要很多的空格还有换行的 然后有没有发现他就真的写的蛮好的 而且连hashtag都帮我配好了 超级好用 而且再次强调这个是免费的 真的要多加利用 那除了编写工具很强大之外呢 顺便提到一下这个Safari 现在有一个生成摘要的功能 就是你今天点到任何的网站里面啊 他这边现在都会多一个按钮 就是生成摘要 那你就可以直接点下去 他就会帮你分析一下这个网页是在讲什么 就是很快的帮你分析一下重点 好那再来下一个我们要讲到的是影像创作的部分 就是现在苹果是有自己的影像生成APP的 就是这个影像乐园 你就可以自己生涂啦 那我们点进去 进到这个画面呢 你就可以开始自己生成图片或是emoji 那他使用的方法呢 是你可以新增很多材料进去 就例如说他下面已经有很多预设的主题 你可以稍微试看看 添加不同的元素进去 比如说有些emoji啊 有些外太空啊场合的主题 或者是情绪的主题 或者是职业的主题 你就是可以去混合 你可以加非常多个进去 比如说你也可以加你的脸 就是他有一个功能呢 就是他会辨识你相簿里面所有的人脸 然后他就会出现在这边 那你就可以去选取不同的人脸 变成你的材料之一 然后呢你还可以继续新增 超好玩 超好笑的 那我现在选择的风格是jemoji 就是你可以做出自己的emoji出来 然后你往左滑呢 就会发现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那你就选一张你喜欢的 然后可以把它加到你的键盘里面 那加到键盘之后呢 你之后再打字啊 或者是传讯息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使用 非常的好玩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做了哪些无厘头的emoji 这是比较小女生的一些元素 那除了emoji之外呢 你可以在这边选择 你想要的风格 例如说动画插画涂鸦 效果比较好的 应该会是缺RGB里面的 就是缺RGB里面 日本动漫的效果非常的好 来试看看 有了 是不是效果还不错 那这边呢你可以把它存到你的手机 或者是你可以分享给其他人 就是按钮上销这边 然后呢生成这个图片的功能 也有结合到其他内建啊 像是讯息啊 备忘录之类的 都可以用来生成图片 例如说我们现在在备忘录里面 我按插入档案的这个按钮 里面就会有影像乐园 而且它会自己侦测我备忘录的主题 然后去帮我生成图片 还蛮好玩的耶 或者是看一下这个不同主题的备忘录 它就会自己去 自己去侦测我的主题 然后帮我制作 如果是食谱会发生什么事呢 喔很好玩耶 超好玩的啦 真好玩 好再来下一个功能 我们要来讲到视觉辨识 那视觉辨识打开有好几种方式喔 总共有四种方式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如果你今天是16系列或17系列的话 你就有这个相机控制按钮 你就长按它 就可以打开视觉辨识的功能 像这样子 这个就是视觉辨识的界面 再来第二种方式就是动作按钮 就是这边 如果你今天是15 Pro的话 因为你没有相机控制按钮 那你就可以把它设定 你就可以把动作按钮设定成这个视觉辨识 那设定的方式呢 就是进到控制中心这边的动作按钮 滑到第四格就是视觉辨识 再来第三种打开的方式 就是控制中心 把这个按钮加进来 就可以打开视觉辨识咯 再来第一四种方式呢 就是截图 就是你今天要让这个AI看到 手机画面的话 你就用截图的方式 这个画面就是视觉辨识的画面 好那我们来讲一下就是视觉辨识呢 它有三个功能 就是辨识搜寻还有询问 首先在辨识的部分喔 我们先开一个例子 OK假设这个Blackpink的香港演唱会 然后我就可以用视觉辨识 它辨识的用途非常的广 例如说辨识动植物啊 辨识穿搭啊 辨识活动 或是名片上面的email 或是电话都可以 而且呢 它会依照它辨识出来的结果呢 在荧幕上面这边下面 就会有不一样的功能选项 例如说它辨识上面有活动的话 它就会有加入形式力 它这个形式力是会把它增测到的 所有细节都记录下来的 我觉得这一点还蛮不错的 就例如说Blackpink的演唱会 然后它在哪一个地点 然后哪一个时间 全部都帮我记录起来 然后我就可以直接加入我的形式力了 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或者是这边呢 我看到有一个email 对不对 我就可以截图 下面就会立刻看到这个email的按钮 我就可以记信 那接下来下一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搜寻的功能喔 就是视觉辨识之后 如果你想要以图搜图的话 这个也是非常的方便 我自己觉得非常好用 就是你平常在罐网拍 然后不太确定这个单品 到底是不是仿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这样子截图 然后按右下角的搜寻 你就会知道 喔这个包包原来是Balenciaga的 那这个淘宝的 可能就是仿座的这样子 那就灭活 然后呢 这个画面你也可以直接圈选 你想搜寻的地方 例如说这个画面呢 我只想要找最右边的小巴 那我就可以把它圈起来 然后就可以以图搜图 那再来第三种功能是询问 就是 呃这边下面两个按钮嘛 右边是Google以图搜图 那左边就是去RGBT的询问 就是你可以问他 这是什么东西啊 或是他用来干嘛的 或者是一些尝试性的问题 例如说我可以在这边问 喔非常厉害 立刻 就变身出这是记忆卡 其实它上面就有写了啦 总之呢 就是发挥的空间还蛮大的 大家可以自己去玩玩看 好再来下一功能 我们要来讲即时翻译的部分 那即时翻译呢 它在蛮多APP里面都可以使用的 像是讯息啊 FaceTime或是电话都可以使用 像我们现在就在通话当中嘛 那通话当中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点击左下角的更多 里面就有一个即时翻译 那你就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语言 然后开始翻译 然后开始翻译 欸嗨还好吗 嗨 how are you I'm fine how are you doing 是的 再见 你好吗 我吃了一个超难吃的汉堡 什么东西 这个翻译现在真的是蛮不行的 它完全翻 相反欸 我这边讲说我吃了一个超难吃的汉堡 它竟然说 I ate a super delicious burger 哇 那撇除这个翻译的准确度之外 我觉得它也是 现在也是满迟缓的啦 就是它翻译的速度 虽然已经算快了 但是我觉得在沟通上面还是会 难免有尴尬的感觉 就还算可以用 可是就翻译的品质不是很好这样子 好再来下一个我们来看就是讯息的 即时翻译要怎么打开 就是你在iMessage里面 点到对方的头像里面 这边就会有一个自动翻译 那你就可以去选择语言 然后大家直接看到上面这边呢 就是自动翻译的结果 就是你打中文 然后它就会自己 把英文的原文显示在上面 就是一次显示两种语言 好既然都已经来到这边 我们就会开始讲下一个功能 就是沟通还有通知的AI功能 首先第一个就是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自动回复 就是它学习一段时间之后 它就会知道你iMessage里面的 对话的内容 那它就会自动深深回复 那你不用按任何的东西 它就会自动出现在这个输入栏的下面 那你就可以直接选择 然后再按送出 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 它的回复是完全错误的 而且是完全相反的回复 所以就 嗯 我觉得用到的几率是不高啦 再下一个是AI通知 那这个功能其实之前就已经有类似的东西了 就是它会把比较重要的讯息 或者是它会把一些讯息整合在一起 然后变成一个打包的通知出现在上面 就是平常锁定画面的时候 就可以很快知道什么讯息是很重要 需要立刻回复 然后再来看Email呢 它现在跟通知是有类似相互印的功能 首先第一个是它会整理所有的重要Email在上面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是没有显示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它可以直接摘要信件内容 就例如说这边这一行 有看到那个小小的标志的话 就代表说这是AI处理过的这个摘要 那你就可以马上知道说这封信是在讲什么 但是你会发现它并不是每一封Email 都有出现这个 所以我也不知道它的评判标准到底是什么 好下一个我们来讲到相簿的AI功能 首先第一个是清除工具 这个清除就是可以帮你清掉路人啊 或是一些你不想要的东西 但是你的照片不能太复杂 因为如果太复杂的话出来的效果就不会很好 那它的用法呢 就是你打开的时候它会出现这种 就是正在闪烁的这个光芒嘛 这个你就可以直接点它 然后它就会帮你清掉 哦有没有效果还不错啊 这个就清得不是很好 然后蚊子就留下了 所以效果有限啊就是还算可以吧 就是如果你今天追求一个免费修图的话 是可以试看看 再下一个呢就是AI回忆功能 就是它可以帮你制作回忆影片 就是你点到选机这边之后呢 这边就有一个可以输入的地方 你就可以去选说你想要制作怎样的回忆影片 那它就可以帮你制作哦 然后再来呢还有一个小功能 虽然可能不是最新功能 不过大家也可以听看看 就是现在可以制作3D照片了 就是你在任何一张照片 右上角就会有这个六角形 你就按下去了 那它就会帮你制作一个空间照片 那现在你左右移动 就会有一个3D效果哦 还蛮酷的 那这个功能也可以用在你的桌布 或者是锁定画面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AI功能了 不知道大家最喜欢哪个功能呢 快点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当然呢进步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所以非常期待之后 苹果还有哪些新功能哦 我也会及时来跟大家报告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咯 拜拜